最近消息来关注被中国视为外交主场的一带一路论坛 上午在北京召开了 那么普丁在演说时就称赞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让全球是更加团结 把习近平还称为是亲爱的好朋友 不过台下有来自欧洲的代表 就在普丁上台前却是率先的离场 最近消息联系给我们的特派记者刘一晴告诉大家 一晴 俄罗斯总统普丁在被国际行事法院通缉之后 他来到了北京参加一带一路峰会 想要借由这次的峰会向世界宣告 他并没有完全被孤立 而且并且要与中国中亚中东等国家一起抱团 向西方事件抗衡 在稍早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各国领袖 元首拍照的时候 普丁就站在他的身边 显见中俄的关系又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两个人的关系就像铁杆哥们一样好 那么在刚刚习近平和普丁已经进行了会谈 习近平还尊称普丁为老朋友 十年之间两人就见面了四十二次 而且强调中俄双方的边境的贸易 其实金额是创下了历史新高 接下来的战略合作会越来越紧密 来看以下这次的报道 第三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在北京上午十点正式开幕 距离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已经整整十周年 但是这个论坛碰到的困境 还是跟十年前相差不多 世界好 中国才会好 不搞集团政治对抗 反对单边制裁 反对经济胁迫 也反对脱钩锻炼 一带一路引发东西方最制 北京一再强调世界大国的地位 但与会的国家绝少是来自西欧与北美 最重要的来宾还是在国际中 充满争议的俄罗斯总统普丁 在拍照环节现场 普丁就站在习近平的右手边 可见地位之重 左手边则是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 也意味着一带一路大致上 还是不脱前苏联的范畴 最受关注的当然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丁 这次他和习近平要辟示密谈 而且是在以巴冲突部队还有沃尔战士 还没有平息的状况之下 然而如何一致对外有共同论述引发关注 对于普丁来说 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中国 还是不可或缺的盟友 他不但亲自出席给足面子 还高调接受央视访问 在开幕式的前一晚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一席黑色典雅改良式旗袍 在人民大会堂的金色大厅 盛大接待上百位各国正要晚宴 大厅金币辉煌挑高气派 现场长达四十多公尺的长桌上 在会议先取得实际成果前 展现了古丝绸之路时代 汉唐的大国风采 东森新闻黄建伦刘一勤 北京采访报道